恩比德争议一幕曝光 落地连踩哈特腿部两次 莫杰自己只得一分 却怪球迷倒戈 北京时间4月29日 NBA自由赛继续进行 76人队在主场迎来和尼克斯的第四场较量 最终76人队92比97不定尼克斯 目前协赛打比分1比3落后 而只对齐德社这场比赛 76人队球星恩比德可谓输球有输人 在比赛第三节剩余3分20秒时 当时哈特冲击篮下 恩比德对齐犯规 而随后哈特倒地 恩比德不慎踩到了哈特的腿部 这个动作可以说恩比德是无意的 但是随后恩比德在后退时 再次踩到了哈特的腿部 这第二次的踩踏动作 无疑存在故意的成分 而在被252斤的恩比德连踩两脚之后 哈特也是躺在地上痛苦不堪 但是这已经不是恩比德 第一次出现肮脏的动作了 在之前对阵熊鹿的比赛中 恩比德这两个动作就在赛后 引起了球迷广泛的讨论 先是这个进攻中带球撞人 随后又是这个防守回合 血腥弄伤字母哥 都让球迷十分费解 除此之外 在比赛DC的最后时刻 七轮队球迷倒戈高顾尼克斯队的 布伦斯MVP 这个行为让恩比德赛后十分不爽 在采访中他说道 这令人失望 我从没见过这种事 我在这里已经十年了 喊对手MVP的事情 让我有点生气 因为我觉得 费城被认为是一个体育城市 但是要知道 恩比德本场比赛 全场十六投七中拿到27分 尤其在比赛最后一截 恩比德更是五中零 今天依靠罚球拿到一分 自己莫杰得一分 却怪球迷倒戈支持对手 恩比德无意乱不太应该了 而本场比赛 恩比德表现有多高呢 这个回合 就是恩比德本场比赛的缩影 我们只见 比赛最后27.1秒 队友给恩比德挡了一个 非常棒的掩护 让他获得了一个 打空位中投的机会 但是恩比德却犹豫豫地没有出手 随后想要抽离篮下 但没有打进 你说说 现场的球迷 估计看到这个回合 血压都高了 但是要知道 恩比德可不是没有出手欲望 在对阵尼克斯系列赛第二场比赛 当时七六人最后6.6秒钟 依然落后尼克斯队三分 此时马克西吃球 而恩比德却在一个离三分线很远的位置 朝马克西要球想要绝杀 而马克西本来想要红车不投篮 但是看到老大要球 也是没有办法传给了他 结果恩比德三分不中 直接查四比赛 不得不说 又是各种大动作 关键时刻隐身还怪球迷 难怪恩比德始终法在机会赛更进一步